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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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9月22號的台式 五間新聞 我是吳凱文 生死一瞬間 過馬路疑似低頭滑手機 女高中生被大貨車撞上 新竹是一輛大貨車左轉的時候 駕駛沒有離讓行人 加上女學生疑似也沒有注意路況 當場被撞倒地 綠燈亮起 女高中生起步穿越斑馬線 沒想到下一秒 左轉的白色大貨車 絲毫沒有減速 眨眼間把女學生直接撞倒在地 就跟過馬路裡面 仔細看 司機其實還有時間反應 狀盜人 司機聯盟下車查看 事發在21號上午將近7點 新竹是光復路和關心路口 荒興大貨車駕駛 剛從關心路左轉光復路 沒注意離讓行人 撞上剛起步過馬路的女學生 加上女學生疑似走路時 低頭看手機 沒注意路況 意外瞬間發生 一夜大貨車與行人穿越道上面之行人 發生碰撞 造成行人受傷 所幸送醫後 行人的傷失並無大礙 所幸女學生只有多出擦措傷 沒有生命威脅 警方呼籲穿越馬路時一定要注意來車 而當活車駕駛沒有離讓行人 警方也將依法開罰 記者徐志謙新竹報導